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1767年3月15日出生于南卡罗莱纳州沃克斯霍斯地区 他是安德鲁哈欽森杰克逊和伊丽莎白哈欽森杰克逊所生的11个孩子中的第7个 他的父亲老安德鲁杰克逊是苏格莱爱尔兰移民 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 他的母亲伊丽莎白哈欽森杰克逊是长老教会牧师的女儿 杰克逊的童年充满了贫穷和艰辛 他14岁时父亲过世 家里负债累累 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于1791年 在北卡罗莱纳州索尔兹伯里取得律师资格 并成为一名律师 他在索尔兹伯里从事法律工作 直到1795年搬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并在那里继续从事法律工作 直到1798年被选为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法官 他曾在田纳西州最高法院任职 直到1804年辞职并竞选美国众议院议员 他当选为美国议员安德鲁杰克逊 安德鲁杰克逊 1767年3月15日到1845年6月8日 是一位美国律师 种植园主将军和政治家 1829年至1837年担任美国第七任总统 他在独立战争前出生于殖民地卡罗莱纳州 他成为一名边疆律师 并与雷切尔多纳尔森罗巴兹结婚 他曾代表田纳西州 短暂担任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 安德鲁杰克逊 安德鲁杰克逊 1767年3月15日到1845年6月8日 是一位美国律师 种植园主 将军和政治家 1829年至1837年担任美国第七任总统 在当选总统之前 他因接下来 他是美国陆军将军 并在美国国会两院任职 安德鲁杰克逊 安德鲁杰克逊 在1830年 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中的作用 是将该法案签署为法律 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案 是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于1830年5月28日签署的一项 美国联邦法律 授权政府将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 美洲原住民部落 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 以换取他们的传统家园